我小時候是很誇張的 我家裡很窮 但我蠻會賺錢的 而且我沒有錢我會用偷的 我在小學的時候 我偷了所有 應該是全校的 Game Boy 只要被學校沒收 我都會知道在哪裡 我再把老師都偷走 我不是偷同學 或是偷老師 就說老師把人家同學的東西弄丟了 自己玩一玩就賣掉了 我小時候神偷 我真的神偷 都是人家遺失的東西 真的很抱歉 從小家裡的環境都不好 我小時候是很誇張 反正就跟學校一個同學吵架 我們就揍他 他會迷嘛 然後送醫院 我知道那個同學快死掉的時候 我是很緊張的 我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因為那時候他說腦中有血塊 就是賭注 說那個血塊沒有破散 然後他就會有一個問題這樣 我常說我覺得沒有人不善良 因為我們都有感 都有覺 我們都知道痛是什麼 同理性就是 我會怕你也會怕 所以就互相體諒了 他就是善你 我就是認識一個很好的老師嘛 我覺得是緣分啦 然後我也很幸運 他就像我 我另外一個父親一樣 我小時候抽菸 就在他的那個股房抽菸 他就生氣 我就把他股皮弄破 就是因為那件事情 我就離開了我的那個老師 後來我國三的時候 接受青少年輔導 中心的輔導 其實真正真正影響我的是 輔導組 就是青少年輔導組 我本來國中畢業就沒有打算升學嘛 對 那第一個改變我思想的就是他們 然後於是我是 我國中所有的同學裡 郭小國中裡面唯一一個升學的人 那時候才 才真正的 讓自己慢慢的那個 轉一陣軌 我其實很想回去那個 音樂教室 但是我就 因為那時候很愛面子嘛 最後還是 讓那個 輔導員帶我 帶我回去 我叫他陪我回去 去找我那個老師 我被拯救了 我是真的被拯救了 音樂沒有救我 音樂只是 讓我知道 我真的很愛他 其實真正改變我的還是人 社會 我的學校 基本上是不可能擁有任何獎狀 那尤其來第一張獎狀就是來自於社會給我的獎狀 它也讓我覺得 我好像是一個神兒人一樣 我好像是一個真的很有用的人 好像真的幫助社會的人 然後在大眼之後 其實你就知道 他要讓這個年輕人知道他是有用的人 誰需要幫忙 我當時如果有能力 有資源 有時間 我就幫忙 罕見疾病的 罕見疾病我就很難受 我是一個很容易失控的人 我每次看到那種讓我很難受 我自己辛苦 那我又不想要讓自己在 在那些脆弱的人面前比他們脆弱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 我覺得幫助年輕人挺好的 因為那是一種熱血 想做就做 你們也可以做 有時候去做 你會覺得 你受的苦真的不算什麼